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智25岁 来自江苏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颜24岁 同样来自江苏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说谈了三年了是吧 对 你现在在读研对吗 对 异地恋 对 我在家职处 他在年龄港工作 你去读书读了多长时间了 我今年刚刚读研 刚读研 刚取 异地是吧 对 不知道怎么下去了是吗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是你不想继续 还他不想继续 今天是我不想继续了 我想谈了三年多 三年多 每次遇到什么问题 他从来不想解决问题 每次都用分手威胁我 我想着两个人遇到什么事情 就好好沟通嘛 但是他每次都对我采用冷暴力 现在我俩异地了以后 我就觉得他对我更冷淡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你们俩因为什么提过分手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就有一次 我俩在路上走着嘛 他就一直在玩他的手机 聊得特别开心 我就好奇嘛 他跟别人聊啥聊这么开心 我就上去瞥了一眼 他把手机护得死死了 就不让我看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我不尊重他隐私要跟我分手 可是你这就是不尊重我的隐私 我都跟他明确讲 我说我在跟一个男生在聊天 不是在跟女生 我就跟他解释情绪 他才不信我 我就瞟那么一眼 你至于跟我闹分手吗 自己也不想想我为什么怀疑你 他就是经常犯原则性错误 跟女孩子交往没有分寸的 有一次他去考四级我兼职嘛 我路过他考场门口 我想着他经常不吃早饭 我就想着我给他买点早饭 去给他加加油 我本来特别开心 我拧着早饭去找他 结果到了考场外面的时候 我竟然看到 他把那手搭在别人女孩肩膀上 谈谈笑笑得特别开心 我当时一下心里特别失落 但他那英语成绩不好嘛 我又害怕他看到我哭 影响他考试成绩 我把早饭塞来给他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就走了 事后我跟他讲这个事 我想着他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最起码哄哄我吧 他结果又说我无力全脑 要跟我分手 当时是这样的 那个女生她有认识 我觉得普通朋友之间 就是大一下肩膀 就鼓励一下 就是说你会考好的 你会过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然后就算是别的 我认识的男生 大一下你的肩膀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呀 我是女朋友 我看到你把手搭在别的女孩肩膀上 我就问两句 你就至于跟我分手吗 如果你要是这样子 让我天天围着你转的吗 那我还没有出朋友的空间了 我也没让你 时时刻刻围着我转 我好奇啊 你们俩这个说交往了三年 提了二十多回分手 是他提的对吧 对 都是他提的 那为什么还没分掉呢 每一次我俩落分手吗 他都是 过了好几年他又来哄我 因为他是我初恋嘛 我其实一直打算跟他走到最后的 就是每次他哄一哄我 我又好了 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挺在乎我的 我俩那时候去爬山嘛 我俩去那超市买水 他每次都问我说 你要喝啥啊 你随便拿什么的 然后我拿完了 他给我付完钱 他每次自己都去挑那 最便宜的矿泉水盒 我俩都没钱 他都能把好的省给我 我当时我想 真的他挺在乎我的 你刚才说所谓的原则性问题 就是他把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 是吗 还有一次 我去看他那十佳歌手比赛嘛 我就到了门口 我看到他抱着别的女孩子 当时我真的是又气又难过 但是 那么多人都在那嘛 而且上一次他搭别女孩肩膀 我跟他说了两句 他就说要跟我闹分手嘛 我当时我也没敢说 但是我心里 我真的感觉特别委屈 我回去我就跟我最好的朋友 哭了两句 然后被他知道了 他又跟我说 嫌我把事情告诉别人 说觉得我小心眼 又跟我提分手 那个女生是有学妹 但是她比赛说 之前说她比较紧张 她说学长能够鼓励我一下吗 她当然已经这样子了 我能往后退吗 这样子那么多人在的话 是不是太不好了 然后我就理性地轻轻地 就那么一下子 然后就被你看到了 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说我 那关键是 我后来我问你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答我 你就说没有什么 但后来我们两个的事 我是从你朋友的嘴中知道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讲给我呢 我敢跟你讲吗 上一次她搭扁女孩肩膀 我就跟她讲了两句 她又要跟我分手 这一次我都没敢跟她说 但是你跟别人说了 那人还没保密 我真的特别委屈 我就跟她就讲了那么两句 她就又跟我发脾气要分手 又分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的话 你应该跟我讲坦诚一点吧 我什么事我都跟她讲 我就解释清楚了 不是人家跟你讲了 你不是还抱吗 所以人家也不敢讲了吧 我事后有感觉她不对嘛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问你一下 我说你怎么了 但她就 就是 那别的男孩 看到女朋友误会这种事 肯定都赶紧地跟女朋友解释 然后哄一哄 我连讲都不敢讲 三年她跟我提二十多次分手 我真的我就感觉 搭别人的肩 一次搭肩一次拥抱 这才分了两次 还有什么分手理由 还有呢 这不我要来读研了吗 我走之前 有一次我就没忍住 我偷偷看了一下她手机 我点开她那微信 点开女孩的头像 当时那女孩竟然跟她说 我决定不把你放在我男朋友 考虑范围之类了 她竟然反问别人说 为什么呀 我当时一下我就特别气 我想着 那她肯定是问别的女孩子说 我能不能当你男朋友什么之类的话 对吧 然后我跟她讲这个事 她不耐不跟我解释 她就说 觉得我舞女曲道 又要跟我分手 没有 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那段时间 我们不是闹得很僵吗 当时我心情也不好 最后我就感觉 我不了解她心里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做 然后后来我就想通过 跟别的女生聊天 然后感觉女生是怎么想的 然后后来我就问那女生 我说你们女生 所有标准是什么样子 那她就说要是我的话 你可能不是在 我男朋友的选择范围之内 然后我就很开玩笑 跟她讲 为什么呀 就这样子 我也没有跟她讲什么 而且后来我反省了一下 好像是有点我不对 所以你没有发现 那段时间 我对你比以前更好 你是对我更好了 你因为什么对我更好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因为什么 你说说看 当时她跟那女孩 聊天记录删的 就还剩那么两句了 事情是不是她想的那样子 我根本就不知道 不是 我之前我也是经常 隔一段时间 会把聊天记录给清理一下 对 我也跟她讲过这事 反正你这个理由反正都 平常你们俩 是不是你主动一些姑娘 对 她会嫌你黏她吗 特别嫌我黏她 我想第一次分手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 我们都刚上大学嘛 就经常跟朋友出去玩什么的 她第一次跟我闹分手说 觉得我跟朋友亲跟她不亲 因为我以前也没谈过那样 我就想我是不是真的就是 她不重视我男朋友了 陪她的时间太少了 我想我多出了点时间陪陪她 结果她说我连着她 觉得我应该有点自己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讨好你 你不觉得那几天 我们真的是连的 真的是发腻了知道 就是就做什么事都要在一起 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 肯定也得有自己 一个私人的空间嘛 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 你知道吗 可是我不能够总让我 你希望她是 你想她的时候 她就出现在你面前 也不是 就是自己有事的时候 可以做自己的事 对啊 然后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俩可以在一起玩 对对对 就是你想到她的时候 她来就最好吧 也不对 就是感觉 那咋不对呢 我是觉得就是 你看啊人家跟自己的朋友好 你说哎呀你都不关心我 人家不搭理自己的朋友 你又说哎呀你黏死我了 你这是分两次手 不是我是觉得她自己光顾着跟我在一起 她自己就忘了自己了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她不行 因为这些事 她她对我给她买的东西 她的各种挑剔 我想谈恋爱嘛 我给她买了一对情侣戒指 但是她从来都不断 每次都乱丢 有一次我就问她 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带我给你买的戒指吗 她跟我说哎我怕别人都知道 社友又说我是有恩爱 还有一次 因为我知道她买东西就特别挑剔嘛 我当时想给她买一套衣服 我问了好多就是男生朋友嘛 花了好几天特别用心给她搭配了一套衣服 我就想着她穿上我给她买衣服也能开心一点嘛 结果衣服到了 她事都没事就跟我说你拿去退了吧 因为那衣服真的很丑 她是手抱的东西 你发现没有 当时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的东西 为什么要勉强我 是是是是 就感觉有东西你不喜欢吃了 但有人偏要勉强你吃 能吃得下去吗 你们俩能吃在一起吗 是 不想吃我都不生气 我们两个吃都吃不到一块去 我特别爱吃辣的 她喜欢吃甜的 她一点辣都不能吃嘛 我想去吃饭我就说你先点 但是她每次都挑她自己喜欢吃的点 一年十几天她都点了金酱肉丝 然后我跟她说我不想吃 我一旦说我不想吃 她就要跟我发脾气气 要跟我吵架 我在每次点菜之后 我说你吃不吃这个呀 吃不吃那个 她说我随便啊 你随便点就好了 看着点 她既然都说随便 那我就觉得 那我就自己点吧 结果等菜上来之后 她就说我不吃这个 你为什么要点这个我不吃 这让我怎么办你说 下次就别点了呀 那我点什么呢 就是我问什么 她说吃啊随便 那你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吗 吃辣的但是我又吃不了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三年的那姑娘 这没一样能证明你们俩能在一起啊 因为我就特别舍不得她嘛 我一想到身边没有她 我就感觉我过不下去 我就每次她哄哄我啊 我就好了 你这三年生病什么的她会照顾你吗 每次我生病嘛 其实我就希望我男朋友 就能像小时候里面暖男一样 要关心我 我也不是照顾我 我就希望她能跟我说 你起来我带你去医务室 或者跟我说我给你把药 你把回来了 但她每次都跟我说两句 你多喝点热水 就这么就把我打罚了 因为我每次我感冒的时候嘛 然后我只是喝点热水睡一觉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挺有用的 我就觉得她每次总是想设想 我成小时候里那种暖男形象 其实你不是对吧 也不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那种形象的话 在现实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 而且谁没有个事呢 她就想我今天要回她转 她一生病你就有事呗 我再问啊 女生一上场的时候我问你 我说你今天来干嘛 你说我要分手 是什么促使你要分手的 你能告诉我吗 就现在我俩也异毙了嘛 她对我真的就是 比以前还冷淡 我有时候给她发消息 她过好久才回我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回我 我晚上聊天到十点多 她就跟我说 她困了她累了想睡觉 因为我刚去西安嘛陌生的地方 我有特别多话想跟她说 但每次我想 那你累了你就睡吧 但我晚上经常刷朋友圈嘛 刷到十二点的时候我看到 她在我家共同好友下面评论 不是 看错了 看错了吧 没有 跟她讲完我真说 但是后来就因为工作 突然想起来有点事 突然就没有睡着 然后就全刷了一下 我想现在异地嘛 其实我恨不得赶紧结束异地 我想能在一块 其实我跟她讲过未来的事情 但是她每次就是 我一讲过未来她就嫌我烦 哎 你的意思是 你跟她安理事 或者提了你要跟她结婚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女孩子都有幻想嘛 每次我跟她说结婚的时候 她就说感觉我给她压力 说过好多次啊 你可是用的每次哦 对 我有时候看到我会跟她提 但是她就说我给她压力 她就是从来都不正面回答我 关于结婚的问题 我就想我一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 她连结婚都没想过 我其实就想知道 她是不是就完完的心态吗 哦 我也 因为我俩也见过父母嘛 我想着我们双方父母能见个面 彼此认可一下 但她连就是说 让我们双方父母见个面的承诺 她都不愿意给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继续 我现在听明白了 不是因为异地 是因为姑娘要逼婚了 双方父母见面 男生不愿意是吧 也不是不愿意 就是因为我觉得 才三年 这时间说长不长 然后说短也不短 双方父母什么时候见面 你说 这个 什么时候见 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了 这个我真的觉得 我不太喜欢 就是轻易地给你许诺 因为如果要是成了的话 那还好 如果要是不成的话 我觉得 那连我自己这坎 我都过不去 那你就跟她分手 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发现这些事 都是小事儿 我觉得不足以去分手 而且我这个人 我们特别喜欢就是 去用实际行动去做 行吧 所以我觉得不太想分手 三年 异地 当时考研没有 共同商量一起考研 他比我高一见嘛 他当时 他英语成绩也不是很好 所以你考研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姑娘 我就想着以后找工作 旋力高一点 就安稳一点 挺好的挺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问卷 我问一下女生 就真的跟她分手了 能怎样 之前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 都待在一块嘛 一没有她我就觉得 我干什么都不行了 现在因为我出来读研 我俩也不在一块了嘛 我就突然发现 觉得没她也差不多 就那样 是吧 其实没她 我也能够挺开心的 所以她现在害怕了 你二十多次分手 都是真心想分的吗 不是啊 是的 没有 就是 是的 现在人家想真的分手了 你害怕了 我本来一开始 刚刚看到台本的时候 我在想 这个天天提分手的人 肯定就是心虚 自卑 但是我发现 通过你们讲述 你们之间的 发生的事情之后 我发现你根本不是 你就是真的想分手 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这一段感情 你连最基本的尊重 都没有给她 弹劾爱情 她精心为你打扮 为你搭配的一身衣服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送给你 你都不会对对方说出 退了吧的这三个字吧 还会说自己女朋友 给自己选的衣服 丑暴了 你对待这段感情 你没有付出所有的真心 你说没有到时间结婚 或者怎么怎么样 需要时间发展 所有一切全是借口 你的借口太多了 一点都不真诚 所以我觉得女生现在 要想想 为什么在三年当中 一个男生提二十多次分手 每一次你都很委屈 发现问题了 居然都不敢跟她直接沟通 因为怕她生气 如果谈恋爱 让自己变得这么卑微的话 那这段恋爱不谈也罢 所以在下一段感情 或者说以后的感情当中 不要让自己在感情当中 变得太卑微 否则的话 你自己不自信 自己变卑微 就不要怪她 替二十多次分手 好 谢谢 姑娘 我不知道你遇到她之前 你想象当中的恋爱生活 是怎么样的 一定很幸福吧 想过吧 对 憧憬过吧 对 在没有遇到她之前 你想象的爱情 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而我恰恰认为 每一次她说分手的那件事 都应该是你来说分手 可惜是她 你在这段恋爱生活当中 你就完全是一个 没有话语权 没有地位 没有尊严的人 她根本心上就没有你 当你看到她问别的女生说 为什么我不能进入你的男朋友 选择的范围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 心疼了吗 我猜每一次 你看到的事都会心疼 疼到后来你麻木了 到最后你还居然怕她 你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做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居然不敢当面地去指出 你躲了 姑娘 你怕什么呀你 你完全有自己有权力 有能力去争取自己的幸福 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呢 仅仅是因为她是我的初恋吗 每个人都有初恋 但不一定初恋就是最后一个 相反我觉得从这里都得到的是什么 是教训 你是有收获的 收获到如果在你今后生活当中 但凡遇到的男人在他身上 所有那些二三十次分手的情况出现一个 你就断然离开那个人 而不是说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我相信你对这所有的情况都应该有免疫力了 我告诉你 今天这次分手应该由你来提出 你说出了这次分手 幸福离你就不远了 好吗 姑娘 你觉得一个人站在黑暗当中 在心里默念 你快看看我 快注意我 别人能看得到你吗 你活得很不真实 你们俩你是假客气 他是真不客气 你心里难道不想渴求爱吗 不想撒娇吗 不想对他愤怒吗 你想 你要装成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 这就像一个人跟邻居说 周末多到咱家来坐一坐 咱家有好吃的 其实那是假客气 没想到那家伙真的每天都来 把你们家吃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的人 如果你跟他再这样处下去 总有一天 他会带着另外一个女生找到你 然后跟你说一下这番话 他会跟你说 我今天要跟你分手 分手不是因为你不好 就是因为你太善良 而我为什么选择他呢 是因为他太脆弱 他要是离开我他就惨了 你不一样 你就是那种被打倒多次 还能勇敢站起来的女孩 你说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欲哭无泪啊 你对他总是有求必应 总有一天会变成理所当然 你对他百般的纵容 总有一天会变成本该如此 你对一个人的好 他得领会得到才行 他要是领会不到 你说你那好不是驴肝肺吗 你老堆一块石头 拿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它 有用吗 人家不需要 何必要让自己的生活活得这么没有价值 这么卑微 初恋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 相反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失败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伤心 其实你也不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是被他纵容出来的 对不对 就一个人对你太好了嘛 好到你觉得这个好太多了 是吧 如果他对你的好只给你十分之一 你都不会今天这样对他 轻易得到手的总是不珍惜 总是要去追求一些求而不得的东西 人生就是这样 你经历了他 你就知道什么样的男人好 他经历了你 才知道你的好 所以分吧 分完了以后 才有可能有人生真正的收获 就这样子 没什么 刚刚开始对不对 读研工作 经历一些事嘛 然后学会长大 人生总会犯错嘛 人都会犯错 你不要一错再错就好 对不对男生 就是坦诚面对 感谢曾经过往的这段经历 也不要恨自己 也不要恨别人 因为有的是这样的否定 反而会让自己更难受 所以 看开一些 我是觉得人生在经历这样的挫折的时候 你更需要的是 记住这个挫折当中的那一点点好 拿着那个好才能更加好地往前走 不要老背着它 大家开开心心地把它放下 重新开始 只要记住以后不要再犯 不要再让自己变得那么卑微 不要那么不尊重别人 这段感情其实就有它自己的价值 祝你们俩都好 好吗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来 还有话跟女生说吗 我尊重她的决定 然后希望她以后更好吧 加油吧 好吗